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论怎样 只要他们敢威胁到你 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所以 你故意说自己只有金丹禁剑 是为了把那些人都引出来 然后把他们逐个歼灭 原来 他都是为了我 死神 真正的死神 灵气复苏 这个时代要不一样了 那个叫林妃的夏国人 给我等着 我一定会找你报仇的 斗雀宫回来了 我的新功法要大成了 这一次属于我的要全部夺回来 大师兄 你怎么魔气缠身 师尊和太上长老都不在宫内 如何保他医治啊 就是知道他们不在 所以我才回来 大师兄 你为何要残害同门 你们这些垃圾 也配合我成兄道弟 我今天 却来夺走一切的 烈阵 还已经彻底入魔了 水云剑阵 多么熟悉的阵法啊 可惜 这种孱弱的招数 根本挡不住我 只让你们见识一下 你的实力 血液 魔怜 雄剑法进攻 是 垂死挣扎 不好 这就是弱者的宿命 都去攻的千年积蓄 你都归我了 苏采薇给我的入门福禄 没想到这时候派上用场了 空法 丹药 秘宝 都是我的 灵妃 你会为自己开启修真时代 而后悔的 好险 我终于取得完整的天珠了 快 把他们聘合在一起 本尊用命运将他们重组 知道了 三千年了 本尊到这一刻到了三千年了 太好了 你现在有实力对付灵妃了吧 我们快去报仇 不急 先把你的身体的控制权交给我 放弃吧 掌扎只会让你更加痛 不 师父 为了你 我一定不能说 想要我的身体 下辈子吧 小兔崽子 你疯了 你想清楚了 我死了 你也就没了 想威胁我 你要报仇 不可能死的 好啊 那我们就一起痛苦吧 你我灵魂绑定 感官相通 只要你乱来 我就让你一直沉下去 小逆子 我可是杀手之神 会怕痛吗 你 你不过是怕我不去找林妃报仇罢了 把身体给我 我会去找她的 乖乖就饭吧 你斗不过我的 你笑什么 我确实拿你没办法 可现在身体的掌控权还是在我 高高在上的杀手之神 应该没办法忍受自己体会女性的感受吧 春宵一刻值千金呢 呵呵呵 这种屈辱 太压抑了 不是吗 你 背对 你这个魔鬼 你们姓林的都是魔鬼 不对 你在骗我 你爱着那个叫梦魇的男人 你根本不可能去做那种事情 你觉得为了复仇 我还会在意这些吗 我给你三秒钟时间考虑 这逆子传你过来的情绪 他真的会这么干 不 本尊绝不能受这种劫持打入 想好了吗 我要开始倒数了 开火闭嘴 我答应你 本尊真是上辈子欠你的 如果我能找到新的宿主 拜托你 一定将你随时万段 嘴上说着恨我入骨 为什么又要一次次燃烧本源命魂救我 别废话了 快去把这件破衣服换掉 你放心 等我完成复仇 身体随你使用 准备好了 出发吧 传闻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华境高手 少年宗师啊 阴煞古变 什么东西 邪招 抱歉 对不住了 那家伙好像只有原英雄呗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猫子 你要是不给钱 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此刻突然的出现在你的眼前 就像那黑夜里面 星光一点点 不畏惧看千山万水 沧海与桑田 不畏惧风霜冰雪 只为与你相见 分开千点的回忆 想起了曾经 夕阳下散落的你 化作纷飞雨 踏过万里的旅行 踏过万里的旅行 终于到变起 凝湿泪湿的眼睛 在一起 看两个人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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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人来认为